先给大家看现场的情况 来 我跟我女朋友六年 然后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小事 她离开我了 我就想通过这个栏目 让我用真心来挽回她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来 掌声请出她 掌声有请 小刘33岁来自重庆 来 有请小刘 来 有请 各位观众 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 在我说之前 我恳请您各位一次机会 能和几位嘉宾说两句吗 好 没问题 各位嘉宾你们好 我来此的目的呢 就是想挽救我这段 六年的感情 我希望大家一会儿再给我们 中肯的意见 犀利的语言没问题的 我希望对我的女朋友温柔一点 好吧 就这样 这是情真真意切切的 给大家做了一个拜托 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 他们保卫的都是真正的爱情 如果您这爱情里面 有其他的杂志的话 我相信他们明察秋毫 其实呢 我们相处这六年感情挺好的 我这个人呢 自我感觉很良好 但是其实我的经济情况特别的不好 一个月收入多少啊 怎么说我失业了最近 然后前段时间呢 也就两千多块钱 你女朋友因为你失业而走啊 这是一个诱因吧 主要是她可能觉得 我没有什么的上进 但是我也想要更高的 我也会努力啊 但是现实情况你就只能 或者是你能力有限 或者是环境吧 造成你现在的情况 你的想法 咱们说好听点 叫随语而安 淡定心 对 因为我有点好听点 叫随波逐流 我不说我不努力啊 我也不愿意游人 那种生活 可能不是我所向往的 你努力了吗 这六年 我觉得我还挺心 那你女朋友看到了吗 她不是这么想的 她是怎么想的呢 她可能觉得我 还不够好 你六年是持续一份工作 很稳定的在工作 还是不停的在换工作 你告诉我 三份工作 收入是多少啊 可能说出来有点丢点 我第一份工作 大概在一千左右 第二份在一千五 两千左右 这在进步啊 第三份工作 是在两千五左右吧 这不都在进步吗 你做什么呢 销售的那块 不是挺好的吗 我也觉得挺好的啊 因为我很努力 我起到贪亏的工作 我也没什么不良思考 对吧 钱就交给家里 她收入多少 两千左右 蓝莹啊 我问一下啊 重庆的物价 这个三四千块钱 两个人的收入行吗 三四千的话 维持就是最基本的生活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 你想要有更好 更富裕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求的话 可能就比较难了 除了这个问题 你女朋友 还有什么问题要离开你呢 还有就是狗饶了 因为其实她在我们家 这几年被狗咬了三次吧 你们家狗怎么那么不代表她呀 那你们是跟母亲住在一起是吗 对 我母亲喜欢杨哥 因为有时候我不在家 她感情上会有个寄托嘛 听起来好像如果就为这点小事 这女孩子跑 我觉得 有点说不过去 反正这是先生自己 小刘自己说的 我们也答应过帮你 谢谢 来 有请小燕 来 有请 小燕26岁 来是四千 来 有请 欢迎啊 真想跟她分手 还是吓唬吓唬她 真的要分手了 她也说了 我们在一起六年了 在六年当中 我也用那个分手吓唬她 也给过她机会 她也不长进了 我现在都不敢想和她结婚 因为我一想到结婚 我想要生孩子 我们连那个生孩子的住院费都付不起 她根本没有想过孩子的将来 或上学 还有双方父母生个病什么的 该怎么弄 没有想到她现在越到后面 就成这样了 她现在什么样了 现在在家里是 靠她父母 但是我觉得她父母 不可能养了她一辈子的 我也不想做啃脑的那种人 你自己不着急吗 小燕 其实我心里很着急 你想 我是那种没出息的 啃脑的那种人吗 不是不是 你接着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你说 你刚才说第三份工作 公司的理念跟你不合是吧 对 它是一个外资的公司 其实挺不错的 然后我通过我的努力 在公司里面 不说最好吧 做到中等偏上吧 应该没问题的 然后做得也挺好 而且公司 那是我们纯销售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外面 自己靠自己的勤奋吧 销售一个月拿两千多 可不怎么勤奋 其实这样的 我在我第三份工作 可能大家听着会挺好笑的 但是我真的我觉得 我自己挺努力的 其实他也知道 早上我也六点钟起床 对吧 晚上回来 你要是起床 你要是说你那天干的 但是要有结果呀 你总是干的什么事情 都没有一点结果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就说你看不到未来 但是我真的想 努力地为我们的未来 在打拼呢 我在外面 你想重庆的夏天 是多少多温度 我在外面跑 那真的很不容易呀 别人都不跑 就你一个人跑是吗 不 我是在外面跑 人家也在外面跑 但是我也跑出效果 我靠自己的努力 大型的企业 他罗列书的那些名目 只要是我去跑了的 都攻光攻下来了 这样说吧 我的同事 你告诉我第三份工作 是公司开的你 还是你辞职的 我辞职的 三份工作 你都跑下来了 你辞什么职啊 因为我说了嘛 因为我个人觉得 他的一些制度 不够人性化 你当时喜欢上他什么了 六年前 他人品比较好 我挺喜欢他的 这次没有办法了 就是如果还是这个人 挣得跟徐总的钱一样多 那可该多好啊 是吧 我不需要他挣那么多的钱 我觉得够养家就行 我不需要豪华的数 多少钱够吧 说个数 我觉得中年上四千吧 中年比我高一点吧 你在我们的家里 才会收 这应该不难啊兄弟 我从来就没有要求他挣个一万银上 怎么说呢 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吧 因为我也出去找工作 对吧 我问你们当地的人啊 南英老师啊 在重庆那个地方 33岁一个大专毕业生 也有了那么 多少年的工作经验了 快死了呢吧 快十年的工作经验了 找个三四千的活好找 这个应该来说是不难的 那你能给他推荐个工作吗 你不是都市广播的吗 咱们也有这个 这方面的节目可以来参加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工作态度和人际交往 各方面我还是比较优秀的 还比较优秀 你优秀能把它留住就行了 我接下来就想听你们给他支支招 出出主意 一起进入今天的秋比特文店 我觉得这个人一女孩子要求真是不高 作为一个重庆人 这我也是四川人 咱俩老乡这了吧 三十三了 刚才我特别不同意你一个观点 说那人的公司的理念跟他不一样 我先问你公司是你的还是人家的 那是人家的公司 如果是你自己的事 反正你的公司 你就把你的理念吃散出去 所以我说先把目前的活得干好 要我是这女孩我也不跟你好了 我不安全啊 是吧 我连生活的对基本保障都没有 生活还是实在在的得过日子 刚才说学车一年都没学会 这一般都不常人能干的事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干点常人干的事 这才是日子 两个人过日子嘛 肯定油盐酱畜啊 还是吃饭的问题 还有都要去解决 那么两个人不能创造 但是呢我觉得男人嘛 他肯定就是要必须的 就是撑得起这个家 我们俩那时候刚好的时候 我们俩不挣钱 我们俩大学生 完了以后我给他买第一个项料的时候 我都买不起 还给人赦了点钱 这个时候我是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我通过这十年的奋斗努力 他现在想要什么都有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是一男人 我得努力地工作 徐总 你们公司是有分布在那儿了吧 在穷州有 给收了吧 找工作得面试嘛 然后其实最应该能了解你的人 是你自己 我想先问女孩一个问题 为什么家里养的狗咬了你一下 还是挠了你一下 你就要离他而去 这是什么问题 我没听明白 是这样子的 他们家里不是在养了两条狗吗 然后有一次 我确实之前那个狗是 我不小心踩了一跤 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晚上回去没有开灯嘛 他第二天早上起来 把我咬了一口 那时候我真的很生气 我自己去打了狂犬兵育苗 钱也是我自己付的 他们都知道我被咬了 他们总觉得没有问题的 不应该打那个狂犬兵育苗的 应该洗洗就行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说 你把狗弄出去 关在阳台上 用笼子放起来 或者是放到楼顶上养着 都行 可是人家要说什么 这狗就是不能弄上去 狗就是比我重要 我就觉得我在家里 连他们的狗都不是一样 你肯定是最重要的 涂老师刚被狗咬 刚打过 是 涂老师特别会珍惜自己 一点破一点都要去 因为这个病 他没破 就是舔了一下 对 一旦万一要是真是被传染上了 是致命的 我知道 我不是不给他打 我就说比如说 我下午给你打 他上午就自己去了 我不是不带他去 对吗 你这表现出来的是 对他的一种不在乎 一种随意 这是你的问题 第二 对于工作 或者说不对工作 对于自己 你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你说话 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我都得使劲听 我听不太懂 万一我是你的客户的话 那怎么办 而且你好像还人眉的 自己设置了一些障碍 这家公司的理念 跟我是不相通的 我告诉你 重庆有一个叫 棒棒的这个职业 让我很有感触 我在超市买东西 我买了五个西瓜 很大 一个65岁的棒棒 帮我扛着那么沉的东西 然后他在那儿走走走 但是挣到了三十块钱 我想如果你有那个老人家 这种意识的话 你一个月三四千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找不到这样的工作 最后跟你说一下 你的女孩 她要的不是现金 而是一个希望 不怕你是穷鸟丝 也绝不希望你是高富帅 她要的就是你有上进那颗心 穿属人 可能是最能吃苦的人 你很多理由 这个理念那个理念 这个理由那个理由 我不要听不爱听 我只给你 送给你三个字 啃老族 你就是因为父母供养着你 你可以跟他们拿钱 饿不死吗 是吧 所以我可以不干嘛 这个也不干 那个也不干 对不对 就这样子的吗 对啊 他就这样子的 我饿不死 我每个人都听着拿钱啊 是吧 实在不行 我那个女朋友那边 还挣着钱呢 我拿一点 啃老族 啃妻族 你就这么一种 然后我说一下 你所谓的怀财不育啊 什么样的人会怀财不育 一个人要成功 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才能 你觉得你有 我们就当你有 第二个是吃苦的能力 第三个是坚持 你有吗 你不会吃 不愿意吃苦 我可以啃老 也不愿意坚持 这个工作做一下 那个工作做一下 而薪水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到最后失业了 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要告诉你 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可以 为对方去承受 屈辱 美国枪支案 最近那个枪支案 有好几个丈夫 跑出来为妻子挡了子弹 这是一瞬间的 作为爱人的本 我不说你会不会 为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你连为他去挣点钱 去受那么一点点苦 去承受那么一点点 理念上的一些 不对的事情都不愿意 还要说别的东西 我跟你说 不能让妻子看到 希望是一个战死 最大的失败 我承认你们之间 可能是有爱情 但是你的爱是说出来 不是做的 你现在最需要 最需要做的事情 去找一份最简单 最基本的工作 一个月可以挣到 现在我会要说 你三四千块钱 我对你现在一个月 找一份一个月一千五的钱 够了 你先做 做给一年两年之后 来再慢慢往上升往上升 让你的妻子 让你的女朋友 看到你的失望 你现在让人很绝望 他不是为了狗 不是为了你现在在业 不是为了这个那个的原因 他就是绝望 就这样 胡老师 其实曲总说的没错 他就应该去做棒吧 我刚才这么想 咱们这个舞台上 曾经有一个来自重庆的棒吧 三十多岁开始挑 挑出了一个大学生来 挑出了他的认识的这位女士 因为那是再婚的嘛 认识的这位女士 大概家里面的十几万的这个欠款 挑出了那么多东西 涂老师说的好 接着说 做棒吧 接下来来回顾一下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就六年前的那个国庆节 我在街上听到 有人叫抢劫 然后我就追过去 当然最后那个小叔他没抓到 但是我成功地把那个抢的东西 抢回来了 然后交给了施主 当然这个施主 就是我在生命中 最重要的那个 你认识他到目前为止 就这么一件事最辉煌 所以说人真是一个 多元的负变函数 一个能够路见不平 出手相助的热血英雄 在生活当中 却是一个好高物远 好吃懒做的无能之辈 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是 一个身无分文的人 却偏偏要说 我是金钱如粪土 一个毫无建树的人 却偏偏要说 天不容我 身不逢时 我很有才能 为什么大家都不要我 你看啊 你在机关单位 你说你讨厌机关单位的作风 而与我诈奉承开吗 你在私营企业做事 你又说人白眼 说别人不重流 说什么企业不符合你的 这个相关的风格 去学开车吧 你又懒惰好玩 心浮气到 学了一年你学不下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33岁还不能自食其力 一事无成 整一个惨自了得 棒棒还脚踏实地 一斤两斤的挑 一步两步的走 踏踏实实 就能够把自己的孩子抚养大 那才是一个真的英雄 所以说现在回顾 当时你的英雄之举 我认为不过是 头脑发热的一时冲动 一个人真正的 要能出人头地 一定要能人所不能 忍人所不忍 而你是懒人所不忍 气人所不气 别人能干的 你都说 哎呀这无所谓 大事干不了 小事不愿干 所有的话语 都是针对于特观因素 别人不好 别人没有发现我的能力 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想问的是 既然一个人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论你多么努力 你也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认可 那么既然如此 别人的眼光 又怎么能让我们 放弃自己的梦想呢 还有说女方 任何一个无能的丈夫背后 都有一个不智慧的妻子 你走晚了 你应该早走 你太纵容她了 你只是看到她钱越拿越少 并没有发现她的真正问题 也就是说 你在指出她的不努力 不上进的情况下 并没有更好地去开导她 去祈祷她 所以我说 最后就送你们两人一句话 先送你一句话 做人的基本法子 是不要太把自己当人看 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人看 做妻子的基本法子 是不要老把自己丈夫当大爷 也不要老把自己当保姆 对专家各位老师的意见 我还是放在心里的 你要知道有一点 物尽天子未必强者生存 是适者生存 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去制造规则 让别人陪着我们玩 那我们就暂时先陪着他们玩 等我们有能力了 能够制定规则了 你再跟我们说 我认为这个企业不适合我 那个人他没有发现 你现在啥都没有 你还说别人不走 我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做得的确不够好 我只想说我会尽力的 至少我觉得让他看来 我会再努力的做一些东西 给他看 让他知道我真的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未来 我还有一点要说 我回顾一下刚才上场的时候 你给我们六位嘉宾说 老师你对我犀利一点没关系 你千万不要对我老婆犀利 你就知道我们只会骂你 不会骂你老婆 我们干嘛要说他呢 所以你说你那是伪善 你从头到尾没有一点英雄气感 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你路见不平的时候 是怎么一声吼的 我还要面对你是女朋友吧 我想说我对他真的很真心 我也会为这个家庭很努力 各位老师说的话也很中肯 我也知道可能这些东西 就别做检讨了 你就说你怎么做的 33岁其实还很早 也别那么灰心啊 怎么说呢 他跟我六年了 他也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说真的没用 老师也说 我真的我也不想说这些 我现在不是真的在做嘛 老师说了 找到这里 34岁的工作真的很容易 可能是我的能力有限吧 但有希望 再到时候慢慢的灭绝 我就是不想再也不想 再做六年重复的事情 我不想再这样 我哪份工作我没踏实做 我问一下 他现在要做棒吗 我从来也不省进职业 我觉得 那职业是找钱的 不是来得给人家看的 那你平常都不给他 怪数点知道的 我说了也不管用啊 我天天内流 马上那句说也不管用 我现在说到 我都不想再说了 所以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咱就不说了 你怎么办 我的确 老师也说啃老吧 我是在我母亲那儿 借了一点钱 但是这个钱 不是为了我安逸地想 要不然 狗眼残喘 我真的是要努力地找 我在说 找个一千两块 你觉得我去得了吗 你觉得 你是他的亲家耳朵 我可不是 所以我努力地在做呀 你也看到了 你做什么了 你做什么了 我没有去 找吗 你是去找了 然后我就看到 你在家边睡觉 睡到四点钟 然后以后才睡床 你是去找了 你天天都在找 很努力 你在床上睡觉 努力地去找 其实老师们的建议 都是一样的 能够脚踏实地 您这儿 咱是不是说 就此就那个了 还是说我给一个期限 给对方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反正已经六年了嘛 不在乎 多给 再多给一点点的时间 去看 也许能改变 想清楚 然后进入 你们的表白时间 让我们一起进入 接下来的黄金融幕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 你希望我做得更好一点 等到我六年 你能再给我一点 我已经努力过了 只一点点时间 不用了 真的只一点 你真的努力 你之前干什么去 我真的在努力了 别回去好吧 能不能不让他回去 不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中 让你也去疯 让你也去疯 你们知道吧 真的一个人 一辈子遇到自己心爱的人 真的 你要是 你不是那种爱哭的人 我真的不是那种爱哭的人 我可能这辈子 只跟他哭过 你跟他们说 有什么用过你 你带他们回家呀 你去呀 你上去啊 我们破一次力 我为你破一次力 来 我们把门关上啊 来 请关门 来 请关门 一会儿 真的你不要走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祝福他们还是觉得 算了吧 分开算了吧 来 请选择 好 现场有54.55%的现场观众 不太看好他们这段感情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门转出来 看他们自己的这个选择是什么 这个男人有没有力量 暂时先能把这个女孩 先留一下 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的结果 来 5 4 3 2 1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